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 计算机已经深入到行行业业 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现代社会问题求解的重要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首先需要对问题进行建模 采用合适的数据来表达这些信息 采用相关的算法通过计算机程序编程来实现 图灵奖获得者Wars写过一本教材 算法加数据结构等于程序 表明了算法和数据结构 在计算学课中的重要地位 数据结构就是信息和数据的抽象表达 而算法则是一系列有效和通用的解决问题的步骤 可以说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课程围绕着数据结构加算法这样一个思路 将介绍这些数据结构的抽象数据类型 也就是说它们的逻辑结构和相应的运算 在计算机中合理的组织这些数据 并且通过算法来有效的处理这些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算法分析技术 课程将培养大家的抽象思维能力 从问题到数据到算法这样的一个抽象过程 最终建立有效的计算机程序 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课程的核心内容 在计算学科中的一些后续课程有重要的应用 例如操作系统 编译数据库 人机交互等等 通过我们的问题求解的能力培养 还有我们的计算资源的时间空间的权衡 编写高质量的程序 为我们后续的科研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采用我主编的数据结构与算法教材 适用于大二理科生 学生需要先修过计算概论等先修课程 具有基本的程序设计的基础 课程的组织将围绕着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 也就是线性表 数和图 数据结构的运算 也就是排序 检索 索引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会穿插着各种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存储表达实现 第十二章 高级数据结构是介绍一些前沿的应用 不作为课程的考核要求 课程的知识体系将涉及到计算学科的理论抽象和设计 围绕着数据结构相关的逻辑存储和运算 那我们的逻辑和运算在一起 它就是抽象数据类型 这在我们的问题求解中将有广泛的应用 而我们的存储和运算呢 它就是计算机空间和时间资源的权衡 这在整个学科中都是重要的考量的指标 谢谢大家